嗨 大家好 我是莉慧 我又回来啦 今天我要讲的课题是化妆 因为我有干爹 我送了我一系列的化妆品 然后可是我有跟他们讲 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或者用在我脸上不适合的话 我就不会收 然后我试试了过后都觉得基本上都可以 加上我要试试看是不是会导致我敏感 会不会导致我自动 然后最重要还有MPR也认证 就是 Notification Number 所以我的Accept 等一下我就会秀给大家看 就是从我的素颜 最恐怖的素颜 到我的完装 用他们所有的产品 看是怎样的 所以大家先深呼吸 因为我的素颜要来了 Oh my god 1 2 3 这就是我的素颜 所以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这个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的话 它开起来是这样子 它是有这个镜子的啦 然后它的这个粉底液粉铺 我已经用过了 因为全部东西我都已经会先用过 然后看有没有自动啊 自敏感那些 然后我才会介绍给大家的 所以不要担心 它其实是可以这样子拔出来 然后装那个refill的 所以是蛮方便的 然后我现在开始上我的脸 我先上一半的脸给你们看先 OK 就一半的脸是这样子 我先上另一个脸先 上完另一个脸 然后我再折第二次给你们看 OK 所以这是第一次上的样子 然后我现在上第二次来折 看这些豆给你们看 嗯 第二次折的话 就再折多10%这样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粉底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它可能有点透重之类 所以你看我打一下 然后然后推一下它们就有 它就有那个痕迹 所以要拍很均匀 然后过后要上那个蜜粉来定妆 就觉得上粉底的效果 上了粉底我就会先定妆 我这个是用那个the face shop 其实我平时一直以来都是用innisfree的 但是那时候刚好经过那个the face shop 然后还有promotion 我就进去然后就买了 它是没有颜色的 然后通常我会打比较多 因为我不要容易出油 就大概这样 现在我会先上眉毛 那眉毛是有给我两个颜色 一个是浅色的巧克力色 一个是深色的巧克力色 所以我现在先用深色的 哦对了 它这个后面尾巴前面是这个 前面是笔 所以现在我先开始画我的眉毛 然后我就会再用这个swap 刷整齐一点 所以现在我就会用它的shaban 你看几色 shaban的眼影盘 它这个是二号的 所以一开始我会先用中间这个来做底色 然后另一个眼睛也一样 哇 超级无敌显色的 然后我会带一点去眼睛下面 然后下一个我就会使用它的这个红色的 然后这个就打在比较小面积的 我看它是很健康的orange色 就看起来很有活力 ok 然后下一个的话我就会使用它这个巧克力色 金色的 就打在原味就好了 然后同样的这个我也会带下原味有没有 大概一点点少过这样 ok 下一个的话就是我会去到这个 深色的就是我会用这个来画一点点的那个眼线 就是有一个阴影在那边 然后我会看 看在镜子那边然后画出去 看它就是夹眼线 下面这边也要带到 在同样的 是另一边 ok 然后再带一点它的鱼粉带到下面这样子 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部分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都可以当做卧蚕那种 所以我现在先来第一个这个 来试给你们看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的 你看它两个都很适合做卧蚕 所以我一只眼睛 两只眼睛都会打不一样的颜色给你们看 第一个的话我会画这个 orange色的 如果你觉得好像你要去低呢 你就可以这样子画 然后可以带一点来中间这里 然后第二个颜色的话就是这一个 打掉算吧 其实如果你涂上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可是在手上的话 就很明显看得到两个的闪光 就是一个是orange色 这个是美人鱼色吧 所以现在我就是要上我的眼线 它也是给了我三个颜色 这个是黑色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深褐色 然后这个是浅褐色 所以我现在会用深褐色来画 它前面一样是这样子 是眼线笔 然后后面这个是它的sharpener 我通常画眼线的话是会从这里尾巴 然后画出去而已 然后就不会整个眼睛去把它上掉 现在我会打我的阴影 这个就是我的阴影盘 然后我会这样子 然后就画在那边 脸才会瘦 然后我的下巴这边我也会带过一点 因为要看起来瘦 然后现在上完了我的阴影 我就会上我的鼻影那些 也是用这个淘宝盖 拿其中一个刷子 拿这个来刷 所以我会先这样上 画一条线 大概大概画一条线 然后给它打晕它 打晕它 打晕它 OK 画完阴影了就要画它的高光 所以我又会用另外一个刷子 打了高光 然后这里可能可以上一点 下巴 现在我就会上我的腮红 我腮红是Educ House的颜色 它是有一点Shining Shining 这样子的 所以差不多要弯了 OK 现在我就会上我的睫毛膏 这个是我的睫毛夹 这个是从那个Muji买的 所以 它是很小个 然后很方便 下面还有一个refill 好 我会有时会分它三段 这样子就是 夹一段两段三段 就是夹三次 这样夹夹夹夹上去好 就好了 我现在就会用Educ House的Mascara 其实我是有两个的 这个是Volume 然后另一个是Curl 因为现在我要上镜头 所以我就会用比较Volume一点 OK 这个就是上一边跟没有上一边 上了两边了 然后下面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Curl的给它加长 就大概好了 现在的话就是要画我的口红 所以它口红就是给了我这六支 所以现在我应该会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三号这个 它是秋东西的这种深红色 OK 那就这样子 所以我的妆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就会去探个头发 让你们看一下完妆过后的样子 看这个就是 我刚刚画的妆 这个是粉红色 这个是orange色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口红 它粉底 所以我就画完咯 耶 所以我就这样子画完了 这个就是完妆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深咖啡色 然后一个浅咖啡色 然后一个浅咖啡色 它们的湿色个别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它们的眼线 有黑色 浅巧克力色 跟浅巧克力色 黑色 很滑顺 你看浅巧克力色 浅巧克力色 浅巧克力色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的 它的eyeliner 其实是waterproof 就是它会防水防汗 然后先示范给大家看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其实如果你这样子 轻轻擦是擦不掉 然后如果像我这样 很粗略一擦 你看都很难擦掉了 它为什么它会防水的原理呢 我们先来看它的ingredient 它最主要第一个ingredient 就是trimetal silicylicate 这是silicon的一种 然后它同时 它可以抓住那个色素 就是这个是巧克力色 它可以抓住那pigment 就是它可以抓住那个巧克力的色素 然后同时它可以达到防水的效果 它在很多的护肤品里面也有 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cream啊 我们的防晒啊 或者我们的头发产品都有这个成分 然后它的第二个成分就是 如果你看它的成分 挖深一点看 就会发现到 从第一个到第二个都是silicon 然后到中间都是vegetable 就是那个蔬菜油 很多都是油类 因为油才可以溶解油 所以如果我们流汗那些是 其实是没有办法溶解这些化妆品的 因为防水的化妆品 它含有其实是大量的油类 所以只有油就是卸妆油啊那些 才可以溶解 才可以卸掉这些防水的化妆品 所以这个是shaban 2号的眼影盘 这个第一个颜色 第二个颜色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所以这个就是它们六个的颜色 你看都很闲眼跟闪眼 我只是涂一下而已 这个的话就是它们的三号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 第二个 第三 第三比较前 然后加上一点 第四 第五个 第六个 一个比颜色是这样子 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这个的话就是四号 第一个颜色 四台这边 第一个颜色 第二个 第三个是这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好亮 第六个 这就是它的颜色 这是三号的颜色 这是我刚才用的 它这一个是细体的 这个的话是一号 这个Kolinko 一号 这个的话是五号 这个是二号 这个是三号 三号的颜色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要试别的颜色给大家看 我就会用这个二号 这个二号颜色很浅 然后我是你看我唇色比较深的人 所以涂上去可能很像生病 所以它就是很适合那种平日的妆 现在是到出名的一号 就是这样子 如果要显气色可以涂这个颜色 现在我会用的是它的三号 放你们看得出吗 放你们看得出吗 所以这就是它的效果 现在来上它的五号 就是如果你要促使什么 其实我觉得它是很适合 这就是它的效果 迎来最后一个 来一号 所以这个就是它一号的样子 远远看是这样 耶 谢谢大家还是那么的捧场观赏 我的不专业化妆教学 这个妆呢其实只有我去dinner 还是什么 就是比较够力的地方我才会画啦 因为这个口红啊 然后这个眼影啊 其实它都非常的显色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Beauty Store 我的干爹的网站去购买啦 就这样了 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今天是我第一天收到这个包裹 然后我就马上试了 我试在我脸上 因为我要看它会不会敏感啊 还是导致痘之类 所以我就顶着这个妆容做家务啊 然后煮菜等等 所以我现在在煮菜 耶 今天是我的休息天 然后这是我第五次用这个CORINCO的产品了 就是今天我的粉底 我的眉毛啊眼线口红 全部都是用那个CORINCO 所以今天就会看它会不会脱妆啊 还是粗油之类 所以这个是我一整天下来的心得 就是我该吃了喝很多东西 然后都没有去补妆 可是它颜色还有在 然后可是我戴了口罩过后 我的这里就会脱妆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持妆可能没有这样好 因为推一下就脱妆了 然后我这里因为戴口罩嘛 所以就好像这个红红这样 然后该我擦了一下 因为我吃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跌下来 然后我擦了一下 然后它就直接就是直接脱妆这样子 所以OBORO来讲它是OK的 只是它的粉底是比较容易脱妆的 然后口红红红红红 然后它的眼影那些都很耐很出色 然后而且也很耐 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